之後可以看到好多不同樹種 我們在路邊那個不斷重複,這邊都是新的 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後面這一棵 這個是造林的油桶 然後呢 這一棵 這一棵 我現在有這棵,這是台灣三香園 又叫三香園 我們昨天在上課有提到 有一個熱帶的 棵,叫做省菇油棵 三香園這一類有兩種,一個叫 台灣三香園,另外一個叫三葉三香園 都是熱帶的特徵 所以這個呢 算是一個我們榮南林帶的特徵植物 台灣三香園 又叫三香園,可以簡略 就是簡稱為三香園這樣子 三香園是一個很好刃的植物 但是這個刃呢,請大家只要保留一個地方,不要去看它的葉片 因為葉片變化超大 看的是什麼 它第一個對生 第二個它的葉餅 它兩邊,它很長,兩邊膨大 這種人家會稱為棉花棒 就像棉花棒一樣,一支以後兩邊有棉花嘛 它就膨大這樣子 可以傳下去看 就是對生然後有棉花棒 你如果看到是護生有棉花棒就不是它 護生有棉花棒 對生有棉花棒是三香園 你說油桶嗎 油桶是栽子的 這邊以前 就是先 開整個林項變更 種油桶 造林 種毛六甲荷荷荷 這樣子 然後現在你看到 其他的 擴葉樹 我們榮耐林造擴葉樹開始 要回他們的地盤 然後這些造林木慢慢的死掉了 所以你看我們的造林就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它都是用 不太符合自然的法則 所以最後 你只要沒有人工維護 大自然就把它搶回去 現在就是這個階段 大自然在搶了 好 這個是台灣三香園 然後現在我拿這一棵叫做 黑 星 紫金牛 之前有提到紫金牛科 紫金牛科 那這個黑星紫金牛呢 是在比較屬於二層 就是赤罐層的 的那個 僑木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黑星呢 我來看一下 這個 月貝 月貝有很多很細小的黑點 像星星一樣 有點像墨點櫻桃 如果看過墨點櫻桃的話 就是那種感覺 可是那點更小 比墨點櫻桃還小 月貝 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小黑點 所以叫黑星 不是黑星 不是黑星 對對對 因為它這個很多密集的點像星星一樣 所以叫黑星紫金牛 那在哪裡呢 黑星紫金牛在那邊 麻煩蔡老師把它 退一下 後面那一顆大顆也是 後面那一顆 對對對 那一顆 有彩是不是 這個還沒有成熟 如果成熟的話 它的果實我印象中 沒錯是黑色的 死金牛的果實 成熟有兩個 一種是紅色 一種是黑色 這一種是黑色 紅色的比較有名 那種叫豬沙根 就是現在園藝市場有在販售 豬沙根這樣子 好的 這一個請大家收起來 傳一下 好再往這邊 原始林有什麼呢 樹齊 這個也是紫金牛科的 那這是屬於僑木 剛剛黑星紫金牛是赤貫層 就是比較矮一點的 那我現在手裡拿這個叫樹齊 是高的 算是那個僑木的 好所以你看到進來這個林子裡面呢 就有一些我們講的 熔南林帶的 成熟林的植物對不對 樹齊 這個 這個什麼那個 山香園 江牟 還有剛剛看到大越南 全部都集中在這邊 集中在這邊 然後來 這個請大家傳閱一下 好